时间没有和大家在大家的聚会中分享了 那今天我来做一个小节 那这篇信息讲了三件事情 护照做这个时代的凭借 做得胜者以及转移时代 但是经过这一周的这一篇信息下来 大家一定能摸到这篇信息的负担 还不是在道理上教导我们怎么样做得胜者 而是发出了这样一个护照让我们来答应 所以这个信息的一开头就说要答应神 神的护照已经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听见了 我们今天就是要起来来对他有个回应 那回应他做什么呢 我们看到第一大典这边讲到 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候 需要有特别的基督徒做特别的工作 用了三次这个特别的事情 但是我们天然的反应会说 我们不是特别的基督徒 我们是一般的基督徒 特别的基督徒与我们无关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这边所讲的特别基督徒 并不是指的他们在恩赐上 在能力上有什么特别 乃是说神有一个特别的需要 神有一个特别的需要 所以他有一般需要一般人 能够自愿的奉献 自愿的来答应他 我们看到 这个我们常常习惯是过一个 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属灵的追求 也不能说我们没有过敬虔的生活 但是周二给我们看到 这完全不够主来用来转移这个时代 我们习惯去过一个规律性的 甚至是例行公事的照会生活 但是渐渐的我们发现 我们自己就像大敌照会那样子 像这个老底家照会这样子 一日过一日 好像没有什么样的长进 更重要的是神的需要 并没有得到一个满足 那但伊礼不是这样一个人 他其实在被掳去的时候 是个年轻人 甚至可能都不到20岁 你说他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之处吗 他的特别乃是在于 他是个绝对奉献的人 他是一个自愿奉献的人 他完全像神的一个人 而他也是一个赎回光阴的人 这边说到的赎回光阴 就是要去抓住机会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看到 今天这就是一个机会 这一切的事情发生 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 那这个 这个赎回光阴这一段 给我们看到 这个尼弟兄在评价 李弟兄的时候 他说李弟兄的一个长处 就是不放松每一个机会 难得有一个机会 不被他用的 那我对你给大家 还是分享一下 诚心圣言最后这一段 我读起来非常的受感动 这是1942年 李弟兄甚至都还没有到40岁 这样一个年轻人 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知道42年的时候 非常的艰难 中国的环境已经够艰难了 再加上这个日本的入侵 实在是都不知道 如何来描述那样一个情形 但是李弟兄的祷告 他看到了这一点 他看到了这个时代 是一个手续的时代 神的手续是要达到他的心愿 神他不是要满足于 现在这个手续的时代 而是他需要一般人 能够来转移这个时代 能够献上这个转移时代的 这个祷告 所以他从当时他所处的 这个艰难环境 他就看到了 但一里的这样一个榜样 他看到了地上的人 不要神 不顾神 他这边所祷告的 不是说要求这个灾难 快快的过去 不是从政治上 哲学上 人性上去分析 目前的问题是什么 他的祷告乃是说 今天的这些灾难 再叫我们醒过来 不要再向着地了 我们今天所处的 不也是这样艰难的一个环境吗 我们实在没办法去奢望 这样一个环境 能够快快的过去 回到我们所想的 正常的生活 想想 其实我自己的家人 就是这样 我的妈妈非常想过来 看孩子 甚至在孩子没出生的时候 就想过来 结果一个月又一个月的过去 根本没有任何的希望 在我们自己照顾孩子的事情上 也是没办法奢望 我们就能回到一个原来一个生活 总是有一个问题 接一个问题的需要来解决 但是我们的生活是否就是围绕着这一个一个的问题呢 其实我们跟弟兄姊妹们交通也发现 弟兄姊妹都各有各的难处 每个人都处在 应该说非常艰难的一个环境里边 但是我们是否能够转移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祷告呢 我们的祷告能否转到神的需要上面呢 这就是一个绝佳的一个给我们抓住机会的时候 我们实在不愿意我们这一生过去之后 我们所能听夸的难道是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的养育儿女吗 我们盼望我们到时念见主的时候 不要将这一生所满意的 最后成为一生所懊悔的 这就是诗篇九十篇所说的 得着智慧的心 智慧用来做什么 智慧乃至让我们今天 就是现在能够去抓住机会 那我们具体怎么样去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呢 这边有一个大点也非常摸着我 其实这一通篇都是归结在一个祷告的一件事情上 那我们看到除了祷告以外 实在是没有别的路 弟兄姊妹们真的是我们要看见 除了祷告之外没有别的路 可以把神的经轮带到完满和完成 这就是祷告的重要性 其实甚至有一点一定的程度上面 那个仇敌看重祷告都过于我们自己看重祷告 我们自己可能觉得祷告好像没有什么轻重 但是仇敌要来做工 他首先就是来拦住我们的祷告 想一想在弹衣里身上发生的事情 仇敌不就是要切断弹衣里的祷告吗 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的环境的发生 就是让我们变得软弱 各种样的软弱 身体上也软弱 魂里边也软弱 整个三部份的人都软弱 软弱到一定程度 首先我们放弃的就是我们的祷告 但是这边讲到祷告乃是命脉 乃是主会父的命脉 撒旦他越要拦住我们的祷告 其实我们就越该来祷告 这就是不信靠我们自己 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给神 这就是跟拿西尔人 这就是一个从这个世界上 从撒旦的世代中被分别出来的人 无论如何 这个寄货不燃 我们不放弃我们的祷告 其实就从这小小的一点可以开始 我们说我们没有过人的一个能力 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愿 就像刚才TKD兄说的 你就算听不懂那一长段的话在说什么 但是你愿意向那主说 我愿意 有的这样一个愿意 我们可能生来不是做祭司的人 拿西尔人也没有这样一个正式的 做祭司的这个资格 但是他凭着他的自愿奉献 神所用的不是那些堕落的祭司们 不是那些沉睡的神殿里边的人 乃是这一般自愿奉献的拿西尔人 所以是在非常的提醒我们 这也是非常有盼望的 这个纲要里边有一句话 用到这个约尔书里面讲到 蝗虫所吃去的那些年 神要补还我们 神跟我们的计算方法 是一个不同的计算方法 我们有可能一千年还不如一日 也有可能我们一天就能算上十年 这是不同的计算方法 所以我们过去荒废掉的时间 神还可以补还我们的 这是何等大的福音 何等大的盼望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 就可以赎回我们的光阴 我们的一日可以抵上十年 感谢主 这样一个在这么外面 这么消沉的一个环境中 给我们这样一个应时的信息 给我们这样一个盼望 给我们看到神有这样一个需要 我们看到我们是完全可以成为 跟但以理一样的自愿奉献的人 Amen Amen 那最后提一下 最后提一下这个 一个很实际的方法 就是刚才弟兄们也有报告的 这个Beseech.org 这个网站上面 当我们subscribe的时候 它每天就有直视的信息 发送给我们 也鼓励我们有份于 这样一个时代的祷告 谢谢 Amen